1999年5月,在印度的纳格普尔市。 一个炎热的夏日夜晚,36岁的桑甲被紧急送到了医院。 他的腹部隆起,看上去就像是怀胎十月的孕妇,而且她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。 医生怀疑她的体内有颗肿瘤,于是决定马上进行手术。 我们当初考虑这个肿瘤太大,压迫到了她的横格膜,所以才导致她出现了呼吸困难。 外科医生准备进行手术,他们知道手术会很危险,却没想到即将看到的是可怕的一幕。 由于这个肿瘤很大,所以我们都意识到手术会很危险,我们已经提前想到了许多可能引起的问题。 迈赫塔医生和她的医疗小组开始进行手术。 很快他们就发现,他们要去除的并不是肿瘤,而是更加令人恐怖的东西。 随着神秘种块被切开,大量农业从里面流出,随后又显现出一个类似人形的东西。 这个结果确实有些出乎意料。 更可怕的是,我居然握住了一个人的手。 她把手伸进去,然后说里面摸起来好像有许多骨骼。 首先露出来的是一条腿,然后是另一条腿, 然后是一部分生殖器,接着是一部分脑组织,两条胳膊,下巴,指甲,头发。 她让我们吃了一惊。 桑甲的肚子里,为何会出现一个半成型的男婴呢? 这个男婴四肢发育完好,它有手指,还有指甲,而且指甲长得很长。 我们当时都吃了一惊,同时也有点摸不着头脑。 这是一具婴儿的尸体,而且已经在桑甲的体内生长了36年。 更令人吃惊的是,这个婴儿居然是桑甲的孪生兄弟。 我知道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生长,可是我一直没太在意。 这个半成型的男婴居然是桑甲的孪生兄弟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桑甲患的是一种名为胎中胎的怪病,主要表现就是双胞胎中的一个被完全包在另一个胎儿体内。 这种病非常寒天,罚病率只有五十万分之一。 截至到目前,全世界报告的类似病例也不超过九十例。 胎中胎的情况都发生在妊娠早期,双胞胎中的一个胎儿会覆盖并包裹住另一名胎儿。 当这个胎儿生长时,它的孪生成员会继续留在它的体内,并依附在寄主的血管上,就像一个寄生生物一样靠汲取寄主的血液为生。 通常,医生在胎儿出生后就能诊断出胎中胎的病症。 如今,随着超声波技术的发展,这在妊娠早期就能被查出来了。 不过,桑甲的情况却很罕见。 更令人不解的是,寄生胎儿为何在它体内待了三十六年都未被发现呢? 首先,寄生胎儿仅仅依附在孪生成员身上,但自身并没有发育完全。 他们没有大脑,没有心脏,完全依靠孪生成员的血液供应来生存。 这种疾病非常罕见,许多医生在诊断时都会忽略这种情况。 问题是,这个寄生胎儿在桑甲体内生存了三十六年,他难道一点觉察都没有吗? 他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。 等到七八岁的时候,他发现自己的肚子比其他孩子的都大。 你知道,他本身长得很瘦弱,唯独只有肚子却是玄骨骨的。 不过,他自己并没有太重视这个问题,也没有找医生看过。 大人们也都认为,他只不过是肚子胖一些而已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的肚子越来越大。 一些人开玩笑说,他看上去就像怀孕了。 人们总是对他说,他看起来像是孕妇。 这确实给他造成了一定的精神压力。 桑甲刚被送到医院时,看起来就像一个临产的孕妇。 不过,就像分娩过后的妇女一样,在娶出胎儿后,她的痛苦也减轻了许多。 在手术前,我的生活真的很痛苦,不过自从把寄生胎儿拿掉后,我感觉好多了。 事实上,在做完手术后,她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,过去她受了不少罪,而且还要忍受冷言冷语。 现在,她总算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。 虽然桑甲已经和正常人毫无两样,但人们仍旧对她指指点点。 人们依旧嘲笑她,说她的体内居然有个婴儿。 值得庆幸的是,桑甲的遭遇非常罕见,这种兵的发病率不到五十万分之一。 精道出生的过程是充满的危险,然而对于双胞胎来说,这危险自然就加倍了。 尤其是她们都处于同一个羊魔囊内,她们的臍带通常会像绳子一样相互缠绕在一起。 如果拉得过境了,她们就很有可能会出现死亡。